欢迎回到571股市同学会 人行一放水降准又降息 要来救经济救房市 真的资金潮如洪水猛兽一般 能够也推升台北股市的表现吗 中美两国大放水资金浪潮来了 人行用三田猛要包含了 降准降息首创新工具旧股 港股强谈挑战今年高点 上阵失守2700之后 也在谷底反弹站回纪线 我们看一下今天台股的ETF 前几名都是跟大陆股市有相关的 正二的ETF 包含元大互生300正二 国泰中国正二等等 中概股真的有机会 一雪前尺从谷底翻扬吗 另外今天台面上AI股也很热 除了辉达大长站上纪线之外 OpenAI的执行长说超级AI是真的 可能在未来的数千天问世 就一两年后吧 反而说会催生可观的AI基础商机 包含了 微影 音业达 广达 鸿海尾唱等等的 厂商会扮演基建的弹药库 那鸿海今天最猛啦 10月8号有科技日了喔 那华人薰卖骨完毕 辉达攻回纪线 有没有可能10月8号会等来 那个男人来台湾站台呢 海公公拼际线 那今天他的搭档玉龙呢 也是受激励大涨了百分之三 好 赵老师 我们这个阶段来到这个节目当中 因为我们就一直用过去几次 历史上降级两次 但是经济没有在衰退的情况之下 股市未来表现是可以期待 的确今天的大涨也印证了这样的看法 但大涨上去之后喔 现在选股又成了一个大难题了啦 到底是要选强很强吗 还是说有没有什么右下角的钻石 搭配人行放水降息 找到了投资机会 而且空间可能更大 好 对 我想这一张跟大家讲 我们先看上一张的部分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你操作股票 其实说真的 你的逻辑一定要正确 不要人云亦云 那今天大家讲降息 大陆为什么会涨 当然就是因为降息降准 等等等等 对不对 好 那前几天呢 美国对不对 他也要降息降两码 在降两码之前 你说经济会衰退 对 对不对 那你假如大陆降成这样 那不是说应该要跌吗 那他的经济未来不是更惨吗 不是嘛 结果大陆股市降完息之后 这两天爆涨 A50大概涨10% 涨得比美股的降息还来得多啊 有人会喊说啊 这个降息不好吗 没有啊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强调 怎么放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坦法 所以嘛 我跟你讲 你说位阶低也可以 什么都可以 可是你的逻辑一定要正确嘛 所以当指数涨上来之后 你会发现 我们跟大家讲的 从过去来看 降息的部分不会导致股市马上下跌 还有我跟大家讲 因为投资逻辑真的要正确 很多人把领先指标 同时指标跟所谓落后的指标 混在一起了 落后指标大家比较知道 可是很多人还是不知道 所以很多人在看过去的营收 看过去的获利数是在做股票 其实这个不太对 对了只是你运气好而已 好 第二个 同时指标呢 很多人同时指标拿什么 把它当作是领先指标 我举例 比如FIS 比如恐慌与贪婪指数 这个是领先指标吗 这个本来就是同时指标 之前我跟大家讲 就代表现在大家对股市 到底是乐观还是恐慌 假如FIS的指标标到25 当然代表现在市场它是比较恐慌 所以你的持股就要低 那25会不会飙到35 甚至于50 那个不知道 大家了解我的 不是说25一定会到50 假如这么简单 大家就发达了 所以那个东西是一不一样 那是同时指标就告诉你 那假如都在12 13 那就代表你这个地方 大家非常的有信心 所以你的持股比例就可以高 如此而已 不是20 35 大家要乱搞好 再讲KDRSI RSI它也是同时指标 有的价格超RSI 没有价格会有RSI 会有MACD吗 它不是一个同时好 那上了之前大家教的 80之后叫什么 超买 超买 过热 那因为不准 因为超买之后 比如80 90还会涨 就跟你讲什么 顿化 就掰一个顿化出来 你哪 等下到90 你到底要不要顿化 你跟我讲要不要顿化 你可以知道吗 就是事后来讲就化 同时 那个就是一个同时的东西 掰了这么多 好像是领先 所以大家为什么会输钱 因为把同时当作领先 再另外一个 什么叫领先的指标 领先的指标 就是要判断的东西 他全世界没有一个领先的 领先一定都掺杂着人的判断 人的预期 对 预期的东西在走 那只是你预期对或错 你从预期的东西 然后公布数字来验证 然后之后再预期 你再来验证 假如是对的 那当然你操作胜率就会高 假如你的预期一开始就错 那当然就错了 所以预期的东西没有这么简单 你看一个东西看得出来 领先的东西没有 所以你一定要 所以为什么一开始 因为我真的有时候 真的 苦口婆心 因为我在券商真的被 我说我在宝莱投顾当过副总 我在元大投顾当过副总 你知道吗 券商的经验久了 只是所以你要搞清楚 真的同时领先落后 这些的指标好 那我们看下一页 因为这些讲完 等一下我再来跟大家讲 我说话 大家都在讲2000年 2008年对不对 2000年也不是2000年 指数2000年见高 可是2001年利率才降 所以那一切 那我说好 这不管 我们这个我想 我不想再讲 就是说降息的状况之下 不会是不好 对 那另外一个 那这个台股我想我也不讲 让大家看 这个只是让大家回顾一下 对 就是降息之后 不见一个股息不会长 我要让大家看一个 我跟大家讲过 今天这个礼拜公布的经济数据 相对上来讲 只有这个比较重要 因为现在跟就有好 来 看一下 我拿验证给你看 礼拜一公布的时候不是太好 是不是美股也涨 礼拜二的时候在公布 昨天晚上公布 9月的消费者线 创了两年新低 是不是你看一下 好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下一页这个是指数 10点公布的时候杀 杀完之后 接下来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这些数据不是那么的重要 我跟大家讲过 就是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就业数据 好 上一页的部分 所以你看都拉好 上一页的部分 所以你要看什么 好 这个相对上来讲 肯定比较重要 因为这个跟4月有关 11月好像4号还有5号 就是反正10月的第一个礼拜五 它会公布非农就会出事 我跟大家报告 那个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另外一个这个相对上来讲 也比较重要 所以其实你看 前几天真的没什么重要的 好 那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所以你看一下 我一直跟大家讲 右下角的股票真的会比较 你又没有慢慢验证 可是不要找本益比高 涨多的 右下角的现在是机会 那因为很多 其实都要讲过去 我拿最近的跟大家讲就好 这个是我们周报里面 就是你可以加LINE AT 我们每周都有周报 那礼拜五 都在礼拜五的下午会出来 所以你加LINE AT的时候 你可以收到 跟我们的工作的 跟我们的助理询问一下 好 在7月12号的时候到7月19号 就7月12号写的时候 指数在这个地方 几乎最高点 我们写什么 美股的结构已经出现了 心中要保有谨慎 那时候因为公布了CPI 结果比市场预期来的低 比较好 结果全部都杀 辉达领军下杀 是 你知道吗 然后结果 所以你就知道结构不好了 因为CPI比预期来的低 结果全部都杀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就不可能啊 对 好 再下一页 好 那时候就跌了一大块 跌到这边的时候 很多人想要买 我们跟大家讲过 投资风格持续转弯 风险意识还是要提高 你看一下 目前美股台股的风险 持续增温中 你有没有发现 跌到这边 我还是跟你讲 持续增温中 结果呢 再跌一大段 再跌一大段 又没有看到 多头的一个强劲的理由 好 来 到等到8月2号的时候 就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是礼拜五 这个地方的 这个是礼拜一 我跟大家讲什么 机会留给准备好的 买进涨望家的股票 因为我们那时候 其实从很多的数据 可以看 而且我们那时候讲景气红针 不可能亮一颗就不亮了 对 印象很深刻 所以我有时候说 我们真的讲过很多准的 只是我不太想拿过去的东西来 来 8月9号当到这边的时候 刚刚也台上来 我说反弹契机已经浮显 先分散投资后再聚焦 这个是什么意思 先买很多的 很多种的股票 因为一谈大家都会谈 所以你要先分散投资 然后再找强的聚焦 然后再讲强的去聚焦 就 你不要不就这么简单而已吗 你能知道吗 你觉得对 所以每个阶段的逻辑 看的东西真的都不一样 你不要被呼隆了 我们再看下一页 那提醒大家 如果对在老师所推出的周报有兴趣的话 您都可以参考我们画面上面的联络方式 跟老师来询问 有问题都可以提出 老师会跟大家做互动 然后每周都有固定 这个用花很多时间研究的报告 跟同学们做分享 对 好 那这个地方我就不讲了 其实从这个地方 从这边我们就开始沿路看 如果跟大家讲 会站上季线 你不要再做空指数了好不好 好 来 那现在其实说真的今天好 那我们讲今天的大盘好了 好 大盘 我跟大家报告 今天应该是这么说 这个大盘不会上一要而上 你也不要想太多 我虽然是看多的人 可是我跟你讲 搞不好明天就修正了 因为第一个来讲的话 其实基本面的东西真的没有 那今天为什么会抢 是因为我跟大家报告 突破这个高点 在今天盘中拉回来的过程当中 不管期货 现货 都没有再回撤这个高点 你自己去看看就好了 真的强 所以导致成什么 空单大量的回补 你知道吗 大家怕了你知道吗 所以才会形成这样的走势 你以为真的是很强吗 所以今天看起来 台子期的空单会减蛮多的 就是我的意思说 投资人 外资不一定 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是因为空单的回补 所以你不要想说明天又会涨两三百亿 你不要想太多 但是至少是往好的方向发展 正面啦 这个到现在都还是正面 不好的照片 那这些我就 我想我就不用讲 连玉龙你看一下 我也跟大家讲 你昨天说的 从和泰车带到玉龙 我说这些股票都涨了玉龙 连一三一一的台数好了 对不对 你知道吗 我都跟他讲 这杯不要再卖了 我跟他 好 太多了 好 通家有没有涨停 对 老师说创为 整理三天之后涨停 那右下角的通家肉还有多少 对 好 那下一页的部分 因为时间真的来不及了 特用的化学的部分 我也跟大家讲过 下一页 这昨天讲的 对 那我们跟大家讲 你就注意一下 1809的 你就看一下它的基本面的部分 对不对 我们还是持续看好 我们再看下一页 好 那LED 华丽转身感受 我跟你讲 台雅的部分 对 原相在创高 这也是我们台雅 记得 右下角 对 右下角准备 现在它要唱太委屈啦 搞不好隔一两天之后 它就会唱 我们不一样 好 就跟8028的深阳半有类似的概念 好 那那老师刚才有讲到 就最近这个 中国人行大量的放水 我们很多可以找 右下角的股票来操作 那我就加老问一下 我们刚才第一页看到 很多的中概股的ETF 今天都呈现价量齐阳 如果说不想做个股 往指数来找方向的话 买陆股ETF 你们会不会比买台股ETF更吃香 好啦 我跟大家报告 现在大家当然 入股涨上来 你去看ETF的部分 比如A50的ETF 其实说真的 大概涨了10%了啦 就代表什么 那假如是正二的 大概就涨20% 代表什么 A50大概这一波涨了10% 从低点以来大概什么 好 你现在很多人一定会讨论 我是要买ETF吗 OK 我觉得整理几天之后 它还是会走高 这个没有问题 入股ETF 可是我觉得不是太 你去看一下钢铁 今天铁矿沙 你注意一下 当然大陆的铁矿沙 什么橡胶 什么 我跟你讲 这些都涨啦 铁矿沙今天涨了4%多长 可是我跟大家报告 不是买这些啦 要买另外的 放这降准当中 对 降准降息最受惠的股票 这一档个股 我跟你讲 才刚刚上来 并且股 我跟你讲 本益比才10倍 那这一档是最受惠的股票 我们会在 我们是一家合法投工 免付费专线 0800370888 0800370888 本投雇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 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